加粉餃耶 粉餃是不是很厲害 厲害 喜歡 我跟你說這間店 現在是中山大學學生人最愛 排名第一名就這個 好 頭在差不多30度角抬一下 來 模仿一下它的表情 對 有沒有看到 柴山新景點 欣欣妍 它跟我約在愛河的船那邊 我去哪裡找 哪裡有停船啊 安河 有 依林啊 真的有船 而且你還把它停得滿好的 還下毛耶 你看 很明顯啊 愛河號 對 哪裡明顯 愛 我誰會看到 老闆明顯 好啦 算你今天有用心找一個 很棒的 很好的見面點 對 好 那你今天要帶我去哪裡呢 今天呢 其實我想很久了 我一直想讓大家 帶大家去玩一玩 我平常會去的地方 有一些你可能在網路上 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如果我自己說 在很好玩有老菜賣菜 自誇精采的嫌疑 所以我需要一個漂亮的 公正的人來帶領大家 陪我們玩一會兒 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 但是我跟你說 我對行程的篩選 可是沒在隨便的 正需要你這種高標準的 好 Let's go 走 現種早餐開始 好 我們現在在高雄 今天的任務很簡單 只需要跟著老經驗的 在地嚮導 好好的把高雄鹽城區 還有哈馬新的美食 跟景點走一回 這個行程我喜歡 高雄真的很熱耶 我今天完全穿錯衣服 當然啊 你們看這樣短袖短褲的 這高雄原則上到10月 你這個短袖短褲都OK 都還可以用 我跟妳說妳現在沿路 看到的早餐店 基本上走進去都很好吃 無雷 超棒 那我今天帶妳吃這間豆漿店 非常厲害 這在高雄地區非常有名 它已經在高雄當地 開了很多的分店 該不會就是你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一定的啊 平常就在這邊走 走來走去吃來吃去啊 然後我跟你說 這間店很厲害喔 我們如果研究生口試的時候 早上 那你就準備這個 安撫口試 我以為就有這味道了 你就是這樣過的嗎 當然走 好 這個地方點餐很簡單 就是喜歡的自己拿 然後到我們口結帳 好 很容易 從那邊開始 走 選早餐囉 畢絲 它配豆漿 在深夜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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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夜 看起來 很難的 還是 看起來 看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擺得也太漂亮了 對啊 這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快點乾杯 今天第一餐 來… 多多指教 Yeah 半糖豆漿 好喝耶 我覺得妳應該要先吃這個 好 這個嗎 對 為什麼要先吃這個 招牌 口四尾的 都點這個 好 菜安盒… 還記得吧 好 好吃 有聲音脆脆的 豆漿配油條 我跟你說 你真的不要小看這樣的組合 好吃的油條不好找 它配的是燒餅吧 我剛剛講什麼 配豆漿配油條 對 我說 剛剛我吃豆漿配油條 但是真的 好吃的話真的是要排隊 在台南 在哪裡都一樣好吃都要排隊 在台南 那妳再吃一吃 妳看 好好吃喔 我覺得從小就很喜歡吃燒餅 妳不覺得妳剛剛吃的時候 有點小小的 吊穴穴嗎 對 因為它吊穴只有一種可原性 就是它做得非常的 脆 脆 外面脆脆的 然後裡面還是軟軟的這樣 最大的特色它就是標榜北方口味 所以它的燒餅非常脆 咬下去就是 這樣炸下去 麵食的精華就要做成這樣這樣 所以你看油條有新鮮 燒餅要這麼脆 這個就變成了我們PASS的關鍵 再來… 再來這個… 好 味道跟口感妳覺得如何 我必須說就是鹹豆漿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但是這家鹹豆漿是好吃的 就是我吃過的當中是好吃的 它就是有酸酸的那種味道 然後它很神奇就是 豆漿變成豆花 然後很綿密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酸酸鹹鹹的 跟豆漿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尤其男生吃這個 早餐會有飽足感 在吃到比較後面的時候 要來一塊這個天燒餅 它這個味道真的是很正統的 那種燒餅的味道 就是一定是現做的 它不是就是再烤過的 接下來都是我最期待的奶茶街 可是奶茶街其實一開始 它不是奶茶街 它最早是高雄非常著名的金氏街 所以新人要結婚之前都要來這邊 挑首飾 挑戒指 而且它招牌都有設計過 對 高雄有一些老的社區 它其實招牌都有統一 後來隨著這個城市的發展之後 金氏的功能比較沒有像 以前那麼熱鬧了 取而代之了 就有很多比較新興 文青 創意點的奶茶嬰兒誕生 原來是這樣 而且我們今天有這個 我們的小道具就是小幫手 要幫我們開箱奶茶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帶大家喝奶茶了 YA 這家妳應該很熟吧 我唯一喝過高雄的奶茶 就是這一間 那二話不說 直接繼續點 好 我也有我的名單 我要一杯義壽 我要一杯紅紅奶 都要珍珠 都要珍珠 它最特別的就是這樣 我真的 你看 開創了一個風 它是那種 感應式的 你看它就這樣拿來 它就會到 你看 真的是一瘦 我第一次買我真的嚇到 你看它感應的 我沒有用過一個 這麼可愛的東西 YA 謝謝 大口吸珍珠 真的是好棒喔 太棒了 而且我第一次喝到這種 就是它說我們糖固定 然後就是不加冰塊 然後我第一次喝到真的是 超級無幾經驗 因為它就是整個已經 你知道我們一般喝珍珠奶茶 都是你要幾分糖 糖冰怎麼樣 然後就是加冰 然後再加糖 然後再把手這樣搖一搖 手搖引 但是它這個就是全部已經 把糖都已經煮在裡面 所以它融合得非常的好 所以它很特別 它是按照產品的名字 來決定奶茶的甜度 因為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它就是一開始就先煮好 然後它是融合非常好 所以你喝下去這個奶茶 是完全很清爽的感覺 就算它甜 你不愛喝甜的人 你還是可以接受 我要跟大家特別推薦 我的這個口味 為什麼 因為一般大家都是 什麼什麼奶那幾種 你有沒有看到 注意到我剛剛點的 就是非常Pro級的 專業級點 叫做紅龍奶 不就烏龍奶茶 對 因為很少 哪有人用烏龍做成奶茶 哪有烏龍奶茶 這是我在最近兩年之內 才開始喝的口味 我之前都喝那種 真的喔 這是一個行阿來的跟我說 他喝了這個 點了這個之後 我發現它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不管 那等一下我下一家 換我點烏龍奶茶 那不加冰塊的好處就是 你整杯從頭到尾喝起來 都是同樣的味道 同樣的濃度 它不會因為冰塊融化之後 而影響它的甜度或濃度 所以這種方式幾乎是影響了 這整條街的奶茶店 所以它算是龍頭 很具代表性 所以現在全台灣開了 非常多的分店 好 難怪我有喝過 對 接下來是我們的奶茶 第二間 到了喔 對 有啦 有… 完全符合 OK 而且妳是妳要的No sugar 那妳幫我點 預備烏龍奶茶 也是那種感應式的啦 對啊 OK 我覺得我會造成很大的誤味 對 妳講得跟真的一樣 人家相信是有超酷的感覺 對…人家是有超酷的 茶味很香耶 而且我覺得啊 無糖喝起來就是很清爽 氣管博士生跟你介紹一下 這其實是一堂管理課 我們剛剛去的第一家 在氣管學上 我們叫做First Mover 它是有先進者優勢 因為它是 第一家 首創 闖出名號來的 創始者 它有 所以妳看後面就會 創造出一個話題之後 很多人就直接跟進 這種叫做Follower 那這一間就是屬於Follower 我們剛剛去了First Mover 現在又來了Follower 跟隨者要有一點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又要跟它有點不一樣 對 所以它必須有一些好處 所以妳還買的話 它會比較 Shuper 所以學生就會比較喜歡 完全就是 在經營上面 他們就是有想法 一點區域 對… 不然就都一樣 嗯 手刷一抹綠啊 太浪漫了 我等一下喝這個 這個抹茶耶 更強 手刷半小時抹茶拿鐵 抹茶這個東西 就應該要跟肉桂兩個手牽手 一起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那我喝定這個了 妳可以另外買啦 喔 對 我今天是奶茶 我整個跳跳 老師要 好 我認真選… 我要伯爵 好 那我就舉了 他們這個啊很厲害就是 它從口味上 就經營模式一樣 但是它在口味上跟價位 然後還有它使用的材料上面 去做變化 像每一家 我發現它用的鮮奶 都是不一樣的 酷 那邊有位子 坐這邊 嗯 我的 哇 後面是 就是那個茶筒耶 來 依林這邊坐一下 謝謝 這是它的老茶行是嗎 你看旁邊還有這些 很特別的東西 還有那個掌櫃 妳觀察力很好耶 是不是 這間原本是比較傳統的茶行 所以我在這邊念書的時候 以前都是來這邊買茶 它後來就是 年輕的一輩接手了之後 它整個做得比較更文青 但是還是保留了他們 原本老店的味道 然後後來重點… 我剛剛這個菊花鮮奶茶 真的比起剛剛的 整個菊花會更清爽一點 而且它的顏色就會很美 比較不一樣 你剛剛拿出來的顏色 我覺得超級美 我白色的 剛剛拿出去 人家根本不知道你買奶茶 對啊 好像是鮮奶茶 那攝影工都要不要說一下 讓大家澄清一下 是真的 真的鮮奶茶 真的 攝影工到佛 攝影工到佛 就是你 那換我來說說 伯爵鮮奶茶 有沒有比較歐風的 有 我正要說 你是不是一間一間 年紀比一間就還要年輕 然後這一家它的口味 就是很創新 我很喜歡伯爵茶的味道 鮮奶茶 就是只要有伯爵鮮奶茶 還是阿薩姆鮮奶茶 還是什麼鮮奶茶 我一定是點伯爵鮮奶茶 所以口味上面的變化就多了 對 就好香喔 不過覺得就是有一種 很像花香的那種茶的味道 喜歡 這邊美人鮮奶茶 等一下 對啦 美人鮮奶茶 無糖 蒙古鮮奶茶 蒙古鮮奶茶 三分甜 加粉餃耶 粉餃是不是很厲害 厲害 喜歡 我跟你說 這間店現在是中山大學學生 最愛排名第一名 就這個 為什麼 好好喝喔 它好... 它的奶味怎麼可以這麼的 這麼奶啊 而且它加的是粉餃 它粉餃就沒有甜味 它只是11個口感而已 好好吃 而且它就做得比較小 比一般的播放還要小 我們喝了四間 然後各有特色 為我們大家評鑑評鑑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家呀 好 我知道了 不如這樣說好了 不要說最喜歡或者是什麼 排名之類的 如果是我下次帶朋友說 帶你去喝高雄奶茶 我會帶他去喝哪一間 我的答案是 第3間 為什麼呢 第一我覺得 就好聽車真的是太重要了 然後呢 口味的話就是又很新穎 最重要的是 它有無咖啡飲的飲料 所以它勝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重要的 口味因人而異 但是附近真的非常多 有特色的飲料店 來... 剛剛洗碗洞給我跳 來 我沒有插話喔 這邊是要問你 換你 你... 你最喜歡哪一家 我無獨有 我身為一個中山人 當然是學生最喜歡哪一家 就是這一家 好 跟著學生走 但其實會看心情 就有時候你希望濃郁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找哪一位比較重 有時候你需要輕爽一點 也許第三家是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來 像我們這樣 走一趟附近採採點 然後累積自己的名單 然後你就可以推薦你的朋友 去是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行程最主要的目的 沒錯 有道理 就是如果我今天來中山 我就說來 跟姐一起走 喝巷子裡面的人 會推薦的 對 粉絞不用剪這樣子 到了 來 帶你來看看我的母校 全台灣最美的大學 因為我們外面的這個 西子細照是台灣實景之一 非常漂亮 所以我想帶逸林跟大家 介紹大家幾個看 夕陽的好地方 好啊 第一個就是校門口這裡 這裡為什麼好公 就是因為它一整片是平的 但我自己 這個不是我順位第一的 看夕陽景點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口袋景點 當然 所以 來…下一個巷子裡的 好 在哪裡 往學校裡走 好 壓 來 第二個點是這裡 這裡 而且你看它很貼心 它幫你做了一個 可以坐的位置 我還以為是 就坐這裡 沒有…衝開 太危險了是嗎 對 要坐 能坐的是這裡 真的很舒服耶 你坐的去一點 我也要坐進去啊 不行 那邊不是還有一個 妳沒有上當 別的地方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在這裡呢 是兩個蘿蔔一個坑 因為通常這裡 夕陽氣氛很好 有一個女生願意來 跟妳兩個人 擠在一個蘿蔔坑裡面 妳就成功了 對 所以那個 告白的時候要大聲一點喔 那個不要說 我喜歡你 然後那個海桃港 就沒停到 妳還要再講一字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 所以告白的時候 記得要大聲一點喔 妳真的是把這個地方 運用得相當奧妙耶 來…第三個點就是這裡 我告訴妳 怎麼樣 是不是非常漂亮 跟妳說 這個地方有非常多個人 妳說 來…我跟你說 妳幹嘛 我發現一個 這裡比夕陽還要亮的景點 來…哥來 站這邊 妳要看嗎 眼睛看著前方 稍微不要往夕陽那個方向 對…就是這個方向 來… 頭在差不多30度角抬一下 來 摸一下它的表情 對 有沒有看到 柴山新景點 星星岩 什麼啦 怎麼很像 真的滿像的 剛剛 誰發現的 攝影眼 太厲害了 超厲害 這麼久來 這種都是沒有發現這點 超像… 難不然我們要幫它證明一下 這裡就是我們這個 秘密景點的星星岩 好喔 真的很像耶 很棒 它就等妳來Cue了 真的 很多人說這裡呢 很像國外的景點 我只感受 妳現在滿腦子的 在星星 沒有… 新景點 然後很多人會來這裡拍婚紗 好 可以感受到妳 很有層次的浪漫 對 真的 我覺得這樣整個體驗下來 安和真的很用心 而且你不要看他平常這樣子喔 打棒球的大男人喔 但是… 不要去哪… 妳小心 這下面很恐怖 你不要小看他打棒球的大男人 其實跟安和相處 其實他心情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對不對 對 非常棒 好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 這個一路介紹大家幾個 欣賞西紙西照的美好地上 結束了嗎 你不是今天跟我掐通告 掐到八點 不要急嘛 待會兒我們先來這邊 靜靜的欣賞 有人說這裡的風景 從上面看起來 跟夏威夷的恐龍灣一樣 哇 妳很豐盛耶 我是火鍋啦 很燙耶 很逼真耶 今天帶妳去的地方 妳其實有的地方上網路是 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但這間是我真正的私房菜 就是這間 那個清冰真的很棒 妳試一下我這個指定口味 鳳梨清冰加珠珠 只要聽到這個就我來著 太豐盛了 而且它的那個珠珠是熱珠珠 妳看像我們這個地方 哈馬興的後面是旗津 然後在前面是博爾伊蘇特區 這個現在旅客很多的地方 但是哈馬興慢慢地變成 這兩個中間行走的過路帶 可是這地方其實 有非常多的店家 是值得我們去造訪 但是大家現在都來去衝衝 我跟你講這個是我個人 來這邊一定要試的 看得出來吧 皮蛋 要當美食公道神 先去練練你的舌頭 這麼猛之 馬上吃下去 馬上有心得 馬上不怕燙還馬上就能講 對 要不然會被導演罵 它的這個蛋餅 好好吃 傳統蛋餅 而且它完全不會有 麵皮厚實的感覺 可是你眼睛看 它麵皮明明就是這麼厚 好香 好吃 它不是那個薄薄的 那一片的下去 它不是 它是厚的 可是你吃下去 你會覺得它是什麼 你在吃一層軟軟綿綿的東西 像棉花糖這樣掛開 然後就是那個蛋香 就是散發在你嘴巴裡面 一大皮蛋呢 完全融合沒有違和感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你覺得怎麼樣呢 當然是滿意滿意 再滿意囉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按照 我們這個美食的地圖 按圖所記可以大家走一遍 另外你也可以去創造你 然後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當然是要這樣子囉 所以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行程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還有下禮拜二 九點半 我們首播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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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